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主流意识形态 有一些说不清楚的情绪在后面 所以它是艺术商业跟政治三结合 亮亮老师也看了吧 我也看了 我看你就是源于一种好奇 就说为什么这么一个电影简直成了这个最近台湾的一个符号了 反正是台湾大概是仅次于铁达尼号 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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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是超过设计了嘛都说 票房 反正就是应该是台湾最受欢迎的本土电影 本土电影 因为设计虽然它讲的不算台湾电影 虽然有台湾的演员 台湾导演 就上海 而且设计是抗日的 可是《黑角七号》你不能说是抗日 《黑角七号》是恋日 是恋日 对 看了以后我们也是觉得有点意思了 对于我 但我更有兴趣的就是 为什么这样一部小品式的电影 它会在台湾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好像有种全民的集体意识被呼唤出来了 我们知道因为台湾被日本统治了五十来年嘛 超过半个世纪 当然我日本媒体很注意这个现象 我想这也是很独特的 美国人才不会来关心什么《黑角七号》 为什么在台湾大兴祈祷 日本媒体他们就很注意 因为它也 因为它里边日本文化参与得很深啊 整个电影 你甚至可以觉得那种电影是日本电影的某一个 很像 对吧 《黑角七号》很像日本电影 我想起什么《普贤进行曲》 《银刺郎》的故事 你看对不对 《山田阳刺》的 但是它也很自然 它不是那种很身搬硬套的去模仿日本电影 它很自然的发生在台湾这么个最南部的一个小镇嘛 对吧 这样的一个故事 有些细节也挺有意思的 而且从语言来说呢 你想国语 闽南话 他们说台语 还有一部分 还有少量的日语 日语 它也运用的很恰当 我觉得 还有一个日本人说的不标准的国语 也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 很有意思 那个女主角 是吧 那个女主角 你都能听懂 那我想是这样 其实日本人他们看得也很清楚 说日本媒体现在他们有一种惊叹 他说其实呢 在台湾 所谓激日的老一派呢 已经是穷头薄落了 因为 那你想想 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那些人 就是李同辉就是个代表吧 对 就是会说日语的台湾老人 他说以前我是日本人的 那一代 其实那批人呢 也在台湾的精英里的比例也很大 顾政府就是啊 对吧 顾政府和李同辉不一样 顾政府他别的不说 看他那么喜欢金句 你就知道 他还跟那个 跟李同辉大概对金句毫无兴趣 也不懂 就是说这批老人 他们已经要退出这个人生舞台了 那为什么年轻人 他们对这样的一种 就海角旗号 他也有这么大的 产生这么大的一种共鸣 所以日本的媒体在这里面 他们觉得有些 有些 但是他们其实也很清醒地看到 这样的一种 也很难说 它是一种侵略 它是由台湾的这个时空环境造成的 另外这个导演我想 他也没有想到会这么轰动 他就被这个故事感动了 他就想拍这样的一个小品的电影 表达了他的很多东西 用这个电影这个作为一种手段 但是像你刚才说 唤起了台湾人心中的某种集体的回忆 或者集体的什么共鸣 那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回忆 我觉得这个回忆上 它很大程度上是对现实的一种不满 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这个在520 马英九 这个旧事典礼上之后 他会把海角旗号的一些主要的演员请来 因为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像在回忆 你们有这样的 因为马英九是被认为是反日的 他也确实是 因为他在新年时代 薄掉 对吧 而且 马英九有些事情注意到没有 他看色列他流了两次眼泪 他不是在为女主角流泪 他是为电影里面那些青年 因为 参加抗日 是吧 那是他父母的情绪 而且他们都有一个反骨的这个情节 对 就是很多人说他们反反这样 对 所以 背叛 对 但是我也有马英九 他在这点上 他大概也是很敏锐的 看到由这部电影里面 催生出来这个台湾 本土情节 一种情节 这种情节 我想也不一定要给他带上一些什么政治的标签 就台湾人那种对本土文化 对于一种比较温馨的 一种比较 相亲的 对 这样的一种东西 这样的一种东西上在台湾社会已经很少见了 你就是跑到海角七号那个拍摄的地点 你未必就能遇到这样的 现在变成一个旅游点 那是 现在香港专门有旅游 就你说的商业话 对 去那个地方 住那家酒店 对 他讲的这个 因为我看这个电影啊 我也就是那天 马家辉博士在这还讲 讲失业问题 他就说这个海角七号 我发现海角七号是个让人借题发挥的电影 他就说呢 说现在这不是失业吗 金融海啸吗 他说我们香港人很可怜 他说你看海角七号 一个什么摇滚青年 对吧 电影的第一幕就是什么 我叉咚啦台北 对吧 齐木头就走了 就是说在大城市里混不下去 他可以回到台南的乡下 乡下这种乡里乡亲的 还接纳他 有这种乡土的范围 他说你看我们香港人 我们失了业 我们除了海 没有别的地方去 他就说没有腹地 我觉得就 就马家辉博士说的 也就是你提到这个海角七号的开头 那一个镜头 他骑着一个摩托车 他能叫机车 其实那个倒是有一点震撼 可能对每一个人 在都市中生活的人 他都是一种震撼 而且他把台北作为一个符号 对了 他骂台北 我不呆了 就这样 但是这是一种晚歌了 这种晚歌 要是在北京上海 现在就很难砸了 因为你也没法回去 家里的土地流转了 没有了 我想在中国大陆 还是有这个情况 还是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你比方说 就以民工来说 对吧 这情况已经出现了 不是很严重 但是已经出现了 民工们提早回家了 他有家可回 他还有个老家 虽然你说 这是非常重要 并没有所有的土地都被流转 他家里还有几亩田 还有个老爸老嘛 这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但是中国的导演们 好像还没有从这种角度 去拍出一些 中国的导演拍的是 农民工进城以后的凄苦 然后呢 最后给他一个 有点点理想化的 但也有点虚假的 这么一个在城里 接纳他的 可是这个 你看他那个台湾 他是拒绝了城市 回到乡土 他在那里另开出一条新路 其实也是完全是一个虚拟的 其实是一个不忠实的一个 而且又借助了一个日本歌手 但是很烦 但是人们接受了 人们接受了 而且人们喜欢了 有个情绪的发泄 对 这就所谓啊 在大城市里这个竞争啊 这种这种环境下 搞得自己的心啊 太太凄冷了 太冷冷清清了 但是你看他回到乡下 哎 他就感觉到的 你像那个台南 讲的台南话 包括那个老头 他爸爸 对吧 戴这个墨镜 结果我很熟悉 结果我觉得这个演员 演得非常好 就是是吧 就感觉就是 是不是还有点地头蛇色彩的 还是个什么名义代表 他弄出来的这么一种味道 这个人就不脸谱化 这个一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个印象 就这种地区地方的贪官 他会有这样的 地头蛇 对不对 你在中国电影里面 这个人就是很可怕的 很很很讨厌那个人 可是他拍拍拍拍给他拍过来了 就觉得这么一个 但是这个人发的牢骚里 也包含了可能是 就台湾 他对 要不说何老师讲是晚哥嘛 他你现在他讲的是什么 说讨厌这些这个 这么流行公司 流行歌星的 制造流行歌星的公司 说我们乡下的好的年轻人 都跑去大城市去了 对 我们这乡下 这么好的海留不住人 这么好的海留不住人 你知道吗 他也是这种感叹 其实这种东西本身是普遍性 对 是有一定共性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 大概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 当然它是有很特殊的 就是它的很特殊的 这个地域文化 这个地方文化 但是台湾人 因为台湾本身不大嘛 它作为一个只有两万多平方公里 一个岛 这个人们为什么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问过台湾的朋友 包括那个外省级的朋友 他们看了也是很感 对 所以我想它一部电影 能够打动几乎所有的人 那一定就有它的道理 我也有点小感动 因为我也不考虑上政治意识形态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边 确实它有点人情 那种温暖的一些那种东西 简单的说 就是台湾的主旋律样板戏了 枪枪塞人形 广告追货见